请问一下董先生 那62万确实是欠下了 随债都到家里来了 就是说我跟人家合作嘛 成本钱已经发出去了 剩了62万很难要回来的那种账 他就说我有这个责任 我有这个衣服 他等于就是我的合作人 就是翻脸了 和伙人来问你要债了是吗 对对对 你有这个钱还吗 然后我就跟孩子商量嘛 他要帮我处理这个事 就一定要离分 写协议要我尽身出户 我也是没办法 是谭女士提出来说 帮她还这个钱然后离婚吗 因为没路走了嘛 天天不回来嘛 看不到人嘛 最高峰是一个月没看到她 然后对方又天天在我家 破大份啊 锁我家门啊 我跟我婆婆确实是 那个时候伤心得到无底头顶 这些事情 她就丢我们在旁边 然后我们告诉了她 我说人家破了大份在我们这里 你回来协商 但是她不仅没有态度 然后就无影无踪 人也看不到 董先生知道家里这个状况 不来处理 对方是用各方面的手段来逼我的 事情发生了 对方的态度也很明确了 也影响到家人了 为什么你不见人了 确实是很傲斐 怎么说呢 我也可能是说 比较容易被利用的那种吧 离婚这件事情对你有触动吗 我觉得这样也好 我可以自由地去发展我自己的事业各方面 起初 谭女士只是想通过离婚给丈夫一个教训 所以在离婚后 她并没有让丈夫真的扫地出门 而是选择继续生活在一起 可她以还债为条件 让董先生签下一纸 近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却激起了董先生的逆反心理 离了婚以后 感觉她做的这些事情 有些更不负责了 更加变得家里一样 眼见一记不成 谭女士又使出了一记 结果却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让她们的感情出现更大的危机 有一次就是五一当中 她看到我的手机 发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然后我也跟她说 我只是朋友 发了一点暧昧的关系 也没什么事 对方是你的一个合作伙伴 她就戏酒在家里 就是晚上闹了一个通宵 就打我吧 睡了家里的东西 茶几啊 垫子啊 也报了案嘛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就是到底你跟董先生之间 你是怎么打算的 跟那个合伙人之间 又是怎么打算的 我当时是想起起他了 不是真的说 要去发展一段感情 确实是没有 没有 因为我的心 就是在小孩子身上 在他身上 作为一个男人的感情 是绝对是认定了 你认定了什么 认定了他们 就是说有这种暧昧关系 最后一次 就是说动手那次吧 他把那个 他所谓的合伙人 接到一个宾馆里面吧 我不知道是在那个房间 我就在楼梯口边上 一直在这个守候嘛 然后一直打电话嘛 甚至打电话给他哥哥 要他赶快出来 一个小时以后吧 出来了 当时的心情 给他飞行杀了人 这种感觉嘛 后面想一想 离分了也没这个必要 回去之后 就因为这一次 确实是动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电话